《雅各伯书》第四章 你们中间的战争是从哪里来的,争端是从哪里来的,是不是从你们肢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? 你们贪恋,若得不到,于是便要凶杀,你们贼到,若不能获得,于是就要争斗,起来交战 你们得不到,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而不得,是因为你们求的不当,想要浪费在你们的淫乐中 淫乱的人啊,你们不知道,与世俗友好,就是与天主为仇吗? 所以谁若愿意作世俗的朋友,就成了天主的仇敌 天主以贼道爱慕他在我门内所安置的神灵,或者你们以为圣经的这句话是白雪的吗? 但他还似更大的恩宠呢? 为此说,天主拒绝骄傲人,却想似恩宠于谦信人 所以,你们要服从天主,对抗魔鬼,魔鬼就必逃避你们 你们要亲近天主,天主就必亲近你们 罪人们,你们没有要洁净你们的手,三心两意的人,你们没有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感到可怜,要悲哀,要哭泣,让你们的喜笑变成悲哀,欢乐变成忧愁 你们没有要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,他必要举扬你们 帝兄们,你们不要被此诋毁 诋毁帝兄或判断自己帝兄的,就是诋毁法律,判断法律 若是你判断法律,你便不是守法者,而是审判者 只有一位是立法者和审判者,就是那能拯救人,也能消灭人的天主 然而你是谁,你竟判断近人 好,现在你们说,今天或明天,我们要往这承和那承去,在那里住一年,作买卖获利 其实,关于明天的事,你们还不知道,你们的生命是什么 你们原来不过是一股精气,出现片刻,以后就消失了 你们倒不如这样说,尚主若愿意,我们就可以活着,就可以作这事或者那事 可是现在,你们却猖狂自夸,这样的自夸,都是邪恶的 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,却不去行,这就是他的罪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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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